娱乐第一眼八卦新刊店 欢迎订阅和点赞 传王源抽烟罩流出 因私生犯出卖 或因嫉妒他与杨超越关系亲密 刚成年不久的王源吸烟图 该消息一经报道 不仅一瞬引发全网热议 王源因抽烟 连续上了好几个话题的热搜 其中包括王源抽烟 王源道歉 王源曾希望父亲戒烟 王源皮肤 王源抽烟餐厅限期整改 等一系列话题 可以说成为今天微博热搜的焦点人物 5月20日 有媒体拍到 哈哈农夫成员王源和贾乃亮 杨超越在某日料店一同聚餐的画面 几个人欢声笑语不断 看上去关系十分亲密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 期间在公众眼中一直是乖宝宝的王源 一直在吞云吐雾 烟不离手 且知识熟练 俩燃一个老烟枪 有网友表示 完全是个老手 也有网友提出疑问 日料餐厅难道不是禁止吸烟吗 随后 5月21日下午发生 王源发布道歉声明 延迟间还带着孩子般惩治 对不起 这件事让我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行为 对自己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 我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 很抱歉 我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 我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并接受处罚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我今后一定会更加注重自身的言行 希望大家不要效仿我的错误行为 王源抽烟照片被曝光后 立即在网上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偶像是否可以抽烟的话题 也成为了网络热点 据了解 许多八卦记者会在拍到明星的黑料后 与其联系 并开出价格让明星团队买下黑料 以此赚钱 王源抽烟 这样可能导致人设崩塌的料 按理说 如果是被八卦记者拍到 其团队大概会出高价买下照片 然而 照片就这样流了出来 王源工作室的回应也明显十分措手不及 于是不禁有人怀疑 王源这次这么大的料都没被压下来 也许是拍照片的人根本没有告知其团队 5月21日中午 有网友爆料 网源此次抽烟的照片是被追思追到脱粉的私生饭拍到 直接卖给媒体的 这让网友们都很吃惊 爆料的网友表示拍照片的人是网源狂热粉丝 十分关注王源的私生活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私生饭 最近因为一些原因已经对王源脱粉 还不忘记最后把自己拍到的王源的私生活照片 卖给媒体捞一把钱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这么大的料都没有被王源团队搞定 因为根本就没有直接接触 而跟帖的网友们提到 该私生饭脱粉 很可能是因为不满王源与王超越最近关系亲密 据了解 最近王源和杨超越合作拍摄综艺哈哈农夫 两人在节目中互动颇多 关系十分亲密 而杨超越之前也曾自曝 称王源在生日时 曾点名想要他的祝福 让网友们都纷纷猜测 两人关系匪浅 甚至还有了两人在恋爱的猜测 可能也是因此导致了王源粉丝脱粉 看到罪责爆料 大部分网友都表示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至于私生饭脱粉原因 大家纷纷猜测 与王超越有关 昨日520也算是个情侣间的节日 王源杨超越和贾乃亮一起吃饭 会不会是私生饭看到自家爱豆跟绯闻女艺人相约吃饭而不满 就不得而知了 作为TFBOY的一员 王源出道五年多 一直也都是兢兢业业的 王源的微博粉丝数量有七千万 王源的一点小事情都是轻易上热搜的 而王源作为顶级流量也是十分的辛苦和不易 一举一动也都是有很多人盯着 早前有媒体报道 王源乘专车在前往录制青春旅社节目的途中 竟然被多辆满载私生饭的面包车追尾堵截 这些车辆不仅逆行别车 还多次撞击车尾 最近王源行程结束之后 就回到了自己的车上 而很多的粉丝们也跟随着他 为了照顾粉丝 王源上了车之后 并没有把车窗关上 其中混入了对王源不怀好意的私生粉 有些人将自己的手都伸进了车窗里 还朝车里面丢东西 实在是太可怕了 王源工作室也曾经发声明 谴责私生犯 王源近期在学校准备会考 一直频繁受到私生打扰 屡劝不止 我们以避免曝光所涉人员 请勿追思 留给他一些空间 谢谢大家 此外 工作室还曝光了 王源拍摄的一段视频 视频中 王源说 现在我在学校上课呢 但是我后面有一些人在跟着我 并把镜头转到跟踪的私生犯 他们看见被王源拍 急忙躲藏到车后面 2017年9月2日 TF Boy的王源通过自己的微发 发文警告私生犯 远离偶像的私生活 做理智的粉丝 爱是克制 不是放肆 不要为了一己私欲 而干扰到明星的私生活 甚至是生命安全 涉及到安全问题时 不仅法律不允许 本公司也有保护自己 艺人安全的责任 所以此次绝不姑息 一定会追究到底 原来 昨天王源去录制某节目时 被私生犯租赁的几辆车 穷追不舍 中途有几次都故意撞上了车位 企图逼停滋事 后来随车的驾驶员和工作人员 把车停在了安全地带后 下来拍照取证 并驱赶这些私生犯的车辆 这才没有酿成大祸 其实该微发早就提醒过粉丝们 但是私生犯的问题 屡禁不止 这次还变本加厉 显然是在挑战公司的底线 艺人的安全如果都得不到保障 试问你们的爱还有什么意义 2018年 王俊凯结束米兰时装周行程 前往满洲里参加新一季 高能少年团的录制 录制期间 王俊凯再次受到私生犯骚扰 不仅全程被粉丝围堵 甚至有疯狂粉丝在高速公路上别车 严重影响了王俊凯的行程录制 不少网友认为 私生犯已经脱离了粉丝的范畴 他们的举动已经不再是一个粉丝所做的了 严重干扰了明星们的私生活 甚至对明星的安全都有所威胁 而易阳千玺也有曾经类似的经历 有网上视频显示 易阳千玺在上电梯的时候 几个女生强行挤进电梯 还对她拍摄 千玺说在角落 一个人默默地玩手机 其中还听到一个女生说 你求我呀 一直以来 本姨母都觉得明星利人设 并非一件不好的事 其实不仅是对自己的督促 还是对粉丝大众的指导 比如在韩龙老师举行 圆干圆蒙的公益活动中 通过带领明星 切身体会医疗工作者的辛苦 不仅让大家更理解医护人员的辛苦 还发动了爱心人士 向贫困山区捐助 最后请大家理智追星 多给明星一些私人空间 莫让自己的爱变成害 记得订阅和点赞哦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